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2015年以来 他一直是罗德岛州州长 并且是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而沃尔什自2014年以来一直担任波士顿市长 他拥有20多年的长期工会背景 多年来 他在家乡担任多个工会领导职务 在确认这两个最新内阁人选后 拜登已经填补了所有15名内阁提名人 拜登的内阁提名人包括10名男性和5名女性 9位是白人 6位是有色人种 拜登还挑选了另外5名妇女担任内阁职务 其中4名是有色人种妇女 责战机构喂养美国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0年全美有超过5000万人在温饱线上挣扎 其中包括1700万儿童 这导致疫情期间到食品银行领取免费食物的人增加了60% 一些地区甚至面临着供给短缺 北卡罗来纳州布里瓦德市食品银行 疫情前 每个周末大约分发80份食物 新年前 每小时就有超过160户家庭前去领取食物 加州湾区食品银行表示 该地区目前有约150万人面临着食不果酷的困境 大量人口面临饥饿 但却未见政府由任何有效措施进行救助 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表示 看到众多国会议员们飞回各自家中过节的同时 全国那么多家庭买不起食物 数百万人因无力偿还房租被驱逐的边缘挣扎 还有这么多人在疫情中无力承担前往医院就医的开销 人们的债务在迅速扩大 而政府却忙着给富人减税 但对帮助百姓无动于衷 是极其虚伪的表现 世界卫生组织正评估是否可以向阿斯利康药厂的疫苗 以及在中国研发的疫苗 批出紧急使用许可 世卫一名疫苗专家说 正检视一些来自中国的疫苗 以及阿斯利康疫苗 亦有讨论并开始评估其他疫苗 促紧疫苗生产商提供相关数据 该名专家又说 世卫协调的疫苗采购机制 预计最快本月底或下月开始 可向低收入国家分发疫苗 又只通过机制可获得超过20亿剂疫苗 他说如果要在今年底前 向有关国家分发足够疫苗 需要约70亿美元 而世卫已筹到约60亿美元 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与卫生部长维红召开记者会 说明近日疫情已最新措施 政府表示 法国已出现19例英国变种毒株病例 另外还有3名南非变种病毒个案 法英边界 娱乐英文等场所因此将持续关闭 直到1月地址 名单包括国务馆 电影院 剧院 运动中心等 他坦言 状况并未恢复正常 甚至从过去几周开始 还开始恶化 卡斯特克斯接着谈及更具传染力的 英国和南非变种毒株 为避免疫情恶化 法国宣布与英国边界将会持续保持关闭 直到有新的命令为止 政府1月20日将会是疫情决定 是否能在2月初重新放行 餐厅与酒吧仍会持续关闭至少到2月中 卡斯特克斯也重申 受冲击的产业将持续获得政府的经济补助